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一博斩获新荣誉 在登中国名人榜 排行第二 近日 福布斯公布了中国2021名人榜 娱乐圈数十位明星登顶 歌手演员艺人全包含在内 总的来说还是演员占比例多一些 可以从榜单中看到杨幂 赵丽颖 易阳千玺 王一博 张艺兴 周杰伦 贾玲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的排名每年都有显著的变化 今年更是直接登榜第二 对粉丝来说这样的排名 这样的努力是让人骄傲的 每一年福布斯榜单都会将娱乐圈这些艺人排名可以看到他们在世界同类人中的位置 如果关注之前的榜单就会发现 王一博的位置是很靠后的 2019年 他排名第71万2020年排名第九 到如今2021年排名第二 这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成长和蜕变 作为新生代的偶像王一博 作为95后的青年演员 他身上拥有着属于年轻人的那份拼搏勇敢果断 也有着属于不符合他年龄的那份成熟和自作 他是荧幕上塑造多种形象艺人牵面的演员 他也是在舞台上绽放魅力 用舞蹈成分的舞者 他拥有着不同的身份 也解锁不同的技能 对于王一博而言 热爱就要做到极致 坚持就要从一而终 严于律己 刻苦磨砺 没有什么比这份坚持更难能可贵 如果说风雨冲刷能够带来灿烂晴空 那么汗水浇灌就能带来无限能量 倾尽全力拼搏而上 才能打磨出真正强大的实力 才能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发光发热 爱滑板 爱摩托 挑战一切极限运动 热爱自己所热爱 坚持自己所坚持 全能一人放在他的身上 这样的称号他当之无愧也担得起 如果说这些技能这些兴趣爱好是抱着娃儿的心态的话 那么他这份娃儿的态度也让他玩进了专业的领域 这样的认真和冲进 一方面也是这么多品牌在他身上看到的优点 同样也是新颖粉丝的闪光点 他虽然不是演员专业出身 但是在对待每一个角色 在饰演的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 都投入了最真挚的感情 以及最有灵性的揣摩 可以说是剧抛联也无可耗非 他所饰演的角色 即使风格迥异 但是却能够很快将观众带入其中 如果把这些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他联系起来 是怎么也联系不上的 对于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根本无法想到他这样一个寡言少语性格慢热的人 又怎么能演得奇话烙 演得起冰山角色 或者是卧底警察这样的角色呢 然而他就是这样一层层带给大家惊喜 一次次打破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 或许大部分粉丝和观众是因为他在陈情岭中所出演的蓝忘鸡这个角色而喜欢上他 然而当越了解 越会发现他是一个有着无限魅力并且值得关注的人 抛弃角色的色彩滤镜真正吸引大家的其实还是王一博本人 同样也是因为喜欢他才会去关注他的每一个角色 每一次舞台 每一个动向 从综艺节目到影视作品 从台前到幕后 从小舞台到央视大舞台 从洛阳牡丹到酷盖少年 从粉丝寥寥到人生顶沸 万人空相 谁见证了他的成长 谁看到了他一步一步的汗水滴落 最终大家在意的不过是舞台上那个呈现出来的 完美的他 其实说到王一博 脑袋里想到形容他美好的词语和无尽的感慨 觉得语言文字描绘不出 也表达不出心中的千万分之一的感受 狮子做大男孩独有的浪漫会隐藏在各种小细节中 你说他不宠粉吧 他嘴上对人 但心里有你 他会悄悄做事 给你看结果 他是宝藏男孩 不了解他的人 很惊奇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而喜欢他的人 因为他多面的精彩 却又一时讲不出他的万分之一 因为他太特别太独特 太吸引人 也太值得我们去爱 勇敢地去做自己 勇敢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 当这份喜欢因坚持而折折发光的时候 就会变成要颜璀璨的光芒 吸引每一个人驻足 每个人都会因为梦想的坚持和努力而变得不一样 无机出版Demo曝出 歌词直白露骨 粉丝庆幸最终不是他 爱会消失 步步不再是真爱 雷西上场Battle 王一博表情失控 街舞四手播好评不断 王一博帮队友圆梦 用实力和人品赢得尊重 王一博张艺兴现场Battle 粉丝称为神仙斗舞 值得暗刷 居家战再次回归 这组照片氛围感太强 梦姐好会拍 我吗 感谢观看